國內今天是新增十四例的本土病例 並且新增六例的死亡個案 而本週開放的第三輪疫苗施打意願 登記平臺 到下午五點為止 已經有七百五十七萬人完成登記 指揮中心稍早是宣布 第三輪登記的截止時間 會延長到下週一 十九號的中午才收單 而隨著日本贈送跟自購的AZ疫苗 陸續到貨 指揮中心也說 暫定未來四週都會先提供AZ疫苗接種 新冠本土疫情 週四十五號新增十四例本土病例 個案分佈以臺北市九例最多 其次為桃園市三例 新北市兩例 而這也是三級警戒以來 單日新增病例數新低記錄 另外也新增六例死亡個案 均有慢性病史 其中案五八三九 為六十多歲女性 五月下旬發病住院 後來PCR轉為陰性後 轉到一般病房 因為病發肺炎 菌血症不幸病逝 案七八六五 為七十多歲女性 五月中旬發病住院 七月十三號不治 死亡 這兩人都是沒有接觸史而染疫 屬於感染源不明個案 兩位都是雙北地區的民眾 那確實沒有找到他跟某一個群聚 或某一個特殊的事件有所關聯 所以研判人都還是社區感染 而本週起展開第三輪疫苗施打意願 登記系統 擴大讓十八歲以上 民眾上網登陸 到週四十五號下午五點 為止 共有七百五十七萬多人完成登記 只選莫德納者佔百分之五十五 選AZ者佔百分之二點五 選擇AZ及莫德納皆可接受者 有百分之四十二點三 指揮中心表示 未來四周 暫定先提供AZ疫苗接種 由於疫情趨緩 外界關心七月二十六號 能否從三級警戒降級 陳宗彥強調 還要觀察相關措施 是否順利執行 相關場管 是否落實防疫計畫 這都會影響整體評估 記者 蜜蜜蜜蜀財 特報道